为爱展翅飞向幸福的应许之地 是今年的春季集团结婚的主轴 那么将在理想大地来举行 那么4月27号办理了记者会 理想大地梁爱迪部董事长也表示 预祝所有今年集团结婚的新人 都能够在理想大地幸福成婚 共组理想家庭 110年花莲县春季集团结婚 将在5月16、17号办理 继民国100年集团婚礼后 婚礼场地再度回到理想大地 记者会邀请了春季集团结婚 其中两对新人代表 分别着中式西式婚礼服装入场 并由花莲县长徐正卫 化身幸福大天使 为两对新人代表证婚祝福 是美好姻缘的我们所有的好伙伴 你们真的是做下来一个 这个大大好事情 把我们的新人事前也要准备的所有的东西 都把它背上 我想要感谢理想大地 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朋友们 跟与我们两对55对新人最丰盛 而且最好的一份祝福礼 希望在我们的谈恋爱期间 我们的存款部已经有一些爱的存款 爱的存款要越增加越多 不断的沉入提款越少越好 好不好 让你们爱的这个感情越来越能够 那花莲县政府 一直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成家立业 让花莲和人家的幸福美好 花莲县政府办理集团结婚到现在已经迈向第27届了 促成超过2000对新人飞向幸福 今年集团结婚分座春秋两季办理 每对新人除了享有婚礼仪式晚宴半日游行程 花莲县政府也将制证每一对新人50寸4K电视作为成家立 记者林杰双方箱采访报道